随着电视剧《凤求黄》的热播,看过原著小说的观众都很好奇《凤求黄荣指楚玉》第一次是在第几集,在第几章会出现床戏呢? 那么刘楚玉的第一血,是在什么时候被拿了呢? 下面一起看看《楚玉》一血之谜大揭秘,楚玉与荣指圆完了吗? 《凤求黄荣指楚玉》第一次聚悉,在小说原著中, 《楚玉》在21世纪因为飞机失手穿越过来,再次醒来却是成为淫乱无度的善音公主, 然后遇到了她生命中真命天子,那就是荣指。 后来楚玉爱上了荣指,那么两人能幸福地生活下去呢? 而后荣指听说楚玉要灰现代就毛泽设计了一番,于是两人约防了。 花错因对荣指的增含和天人如镜,以及冯太后设计要害死楚玉,进行报复, 导致其重伤后假死,但她却就此留在了古代。 虽然被荣指骗了一生,但她一直都很幸福。 小说中出现王一只,一个很潇洒的男人,要带楚玉走时, 伪装成骑师兄的荣指终于憋不住了。 在楚玉走之前抱住了她并吻了她,但楚玉认为荣指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, 而且心狠手辣,不愿意再继续喜欢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